美国总统大选后一个星期 按照往例选举惯例 这个时候总统应该邀请当选人 进入白宫 象征一个政权的和平转移 但是很明显的 川普总统到现在 不要说没有跟拜登见面了 根本连打个电话都没有 而且还继续坚持 自己没有输掉大选 甚至让司法部下令 授权各州的检察官 对选举当中的舞弊问题 展开调查 这一切的迹象都让外界很担心 掌握最高国家机密的川普 在距离交接大线还有71天 这之间会不会做出 危及国家安全的事情呢 而美国政坛的混战 也让民间对立的情绪 更加速的恶化当中 继续为入主白宫做好准备 拜登叙事待发 但总统川普依旧不承认败选 让拜登团队的挑战越来越大 大选后一周 拜登开始规划治国蓝图 优先成立12人防疫团队 与医师科学家紧密合作 对于白宫至今不交接 拜登只能选择绕道而行 但拜登现在的当选人地位 正面临巨大的挑战之中 除了共和党大佬们发声力挺川普 甚至联署致函司法部要求调查选举舞弊 司法部长巴尔9号发出内部信函 授权各州检察官调查选举不公 但司法部同时也承认当下还没有掌握这方面的确切证据 巴尔的命令立刻惹来争议 传出负责督导调查选举舞弊的首席检察官 已经辞职表示抗议 巴尔此刻的大动作清查 外界认为他是忧心自己乌纱帽不保 在川普开除国防部长埃斯伯之后 传出他就是下一个开闸对象 司法部选前为对拜登父子通中发动调查 引来川普不满 只是面对巴尔的弥补措施 川普总统仍以待保留 川普阵营仍在积极搜阵 包括审理检举热线和网站 鼓励民众通报 在投票中看到任何的违法行为 但热线被不少拜登支持者打爆 用恶作剧表达对川普的不满 大选后的美国的确正陷入更严重的对立分歧 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邻居 为了政治倾向反目 加州罗克林有民众报警 控诉身为川普支持者的他和家人 经常被一户拜登支持者的邻居骚扰 向法院申请禁制令 要求邻居今后得保持30公尺距离 只因为支持川普 家门口经常被写上黑人的命也是命标语 或是为LGBTQ争取平权 但川普政府此刻无暇理会民间对立 白宫上下一心都在为翻盘做好准备 川普10号再度发文 强调自己绝对会赢 团队同时宣布在密西根提起诉讼 控诉密西根州在总统大选计票时 出现错误幽灵选票评传 据传甚至有超过一万张选票 登记身份是已经去世的选民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加入战局 成为最新一位拒绝承认川普败选的高层官员 共和党也三肩齐口 现在是选边站的关键时刻 因为川普总统百名不交接 再次打破美国政坛规则 2016年大选后两天 时任总统欧巴马邀请川普进入白宫 象征政权和平转移 这也是美国相当重要的传统 而败选的一方也会发表演说 恭贺对手 反观这届大选 川普至今不愿点头交接 让外界最担心的是 他手中掌握的国家最高机密 包括核武启动流程 和最新国防武器研发 在他慎怒之下 有没有可能外泄 2019年川普在媒体镜头前 多次拿出与墨西哥的命运移民协定挥舞 画面定格后就能看到总统签名和协议内容 当时引发美墨外交关系一度紧绷 如今川普再度被逼急了 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谁都说不准 由于川普不交接 按照网例 总统当选人拜登 应该听取的国安简报也无法进行 任期结束倒数71天 川普赋予顽抗 也让美国持续分裂动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川普尔 加小 谈